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原定在8月15日舉行的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中期評估會議 臨時臨急就說取消了 當時都眾說紛紜 究竟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在幾天前 路透社還登了一篇獨家報道出來 他們引述了一位所謂的消息人士所說 會議推遲的原因是因為中共高層要繼續在北戴河舉行會議 但是這個說法就被特朗普無情地揭穿了 可以說是認真的不給面子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在出席一次記者會時提到 說這個中美貿易協議中期評估會議 是他本人下令要取消的 為什麼呢 他提到說中國對美國的所作所為 令到他在這一刻不想再和中國進行任何會談 他還批評說中國一早就應該要壓制疫情 那麼他決定取消和中國的會談 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記者追問他會不會退出中美貿易協議 他就說視乎情況而定 特朗普的這個說法 完全是不給大陸面子的 而且還踢爆了 但根本上路透社所引述的消息人士是流料 我相信 本來路透社或是他引述的消息人士 很想幫中國鋪設下台街 為什麼突然說要告吹會議呢 起碼有一個比較體面的原因 不要那麼肉酸 但特朗普顯然不受這一套 簡直把真正原因說出來 就是他下命令說不開會 其實他這番說法 明顯也是要告訴美國的民眾 就是在表示一種決心 他不再受到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束縛 之前很多人都批評他 說你為了顧著這個貿易協議 在很多問題上你都扮盲 比如說新疆問題和香港問題等等 但是在過去半年 特朗普就以行動來駁斥這些在美國國內的批評 新疆問題他有行動回應 香港問題他也有行動回應 所以特朗普現在都明知道 根本上中美貿易協議第一階段都沒有辦法達標的時候 他也沒有再那麼著緊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特朗普在Twitter上 他還稱呼習近平總書記是他朋友 現在他也不再說這些虛言假語 不再說這些客套說話 因為他都明知道 喂 中國簽完以後 究竟他對於對現承諾是有幾大的決心 經過了這八個月的時間 看怕他自己都心知肚明 除了在農產品方面 因為農產品事實上大陸就是有這樣的需要 他一定要買的時候 他當然會加大力度買 何況大陸根本上的糧食都失收 但其他方面又怎樣呢 全部沒有達標不僅 而且比起去年同期還是跌了很多 所以要在未來四個多月追回落後 基本上就是零可能 所以他也接受了客觀的現實 此外本身這個中期評估會議 據傳是會談到TikTok的母公司自製跳動的問題 以及微信的母公司騰訊的問題 本來有得談的時候 至少有個機會有彎轉 現在連談都不談的時候 也就是百分之百沒有彎轉 要按照特朗普指示的路徑來行進 好了 大陸對於這方面有什麼反響呢 似乎他們的反應是異常冷靜 又沒有走出來強烈譴責 又沒有走出來嘰嘰呱呱 反而胡錫進在微博上 今天凌晨時份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又不是回應這個 中美貿易協議的談判 而似乎是東思校貧 我們看看他講什麼 他就說 圍繞著應對美國的全面打壓 老虎覺得中國人必須來一點的自我表揚 首先中國人分得清 這是美國執政精英挑動的 中國人生氣美國政府和部分政客的氣 並不是恨美國 更加沒有遷路於美國人民 在壓力面前中國人更加團結了 對政府有更多信任 中國社會沒有謊亂 總體上相當理性 其實胡錫進這一招正正在抄 美國國務院顧問余茂春 獻計給蓬佩奧那一招 蓬佩奧現在經常出來說 就是把CCP和China區分起來 就是要把中國和中共區分起來 現在你這個胡錫進 又是東思校貧 又是學習了 又將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區分起來 但實際上這一招對美國完全沒有作用 為甚麼呢? 首先來說 美國政府是經過民主程序來產生的 當然中國政府也是 但你那隻是中式民主 人家那隻是西式民主 是有區別的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人家如果不妥當政府的時候 可以經過選票趴他走 趴他下台 對不對? 所以 美國政府就是代表著美國人民 人家是拿了授權 雖然有些人說 特朗普不代表我 那他在年尾可以投拜登 所以你這一招 胡錫進想著 將人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離間 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每四年他就有一個宣洩的途徑 人家就是可以通過選票 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 而且不但只是說總統大選 還有參議院選舉 眾議院選舉 以及就是地方的選舉 州長的選舉 市長的選舉等等 所以 人家投票的頻率都相當高 如果他不滿意的話 他經常都可以通過選票的形式 來表達出來 所以你胡錫進搞這些 就是白費心機的 不就是讓自己的缺點暴露出來 你有沒有政黨輪體 你是不會有政黨輪體的 你可不可以通過選票的方式 來表達意見 你是不行的 民意調查都沒有 所以胡錫進寫這些文章 就等同於搬石頭 自己的腳 另外我們又看看美國的情況 特朗普在明尼蘇達州宣傳的時候 就跟支持者說到 希望將工作外判到中國的企業 是會被褫奪聯邦政府的合約 另外他還說到 要在十個月內 創造超過一千萬個就業職位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要以稅務優惠 吸引美國的企業 將廠房回流到美國 即是從中國撤出 特朗普還說到 如果他是成功連任 美國的經濟一定是可以強勢反彈的 他還說 他是創造了史上最好的經濟 現在他們需要再接再來 特朗普說這番話 也是在幫助大陸 因為大陸說要搞經濟的國內大循環概念 國內大循環的話 是不賣東西給別人的 不賣東西給別人 就對了 別人撤出就可以了 當然 這個說法 我看到《環球時報》的社評駁斥了 這篇昨晚漏夜出的 環時的社評就說 這些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中國的製造業條件 哪裏是在美國可以輕易複製的 割捨中國市場 也是追捧民族主義難以承受的成本 至於所謂中國干預美國總統選舉 對於被強安這些罪名 中方早就有所警惕 相信美方都拿不出什麼證據 他們大概只能找一些 中國網友憤慨而衝動的留言 來去充數 環時的這篇社評就一口咬定 說美國無法複製得到 中國的製造業條件 事實上我也認同 美國當然是複製不了 它的成本一定高過你的 生產成本 土地成本 工資成本 各樣的成本 都會比起中國設廠的生產為之高 但是 當美國政府不再將市場價格 作為唯一的考慮條件的時候 它就會作出一些決定 是違反經濟學理論的 鬼不知那些製造業的企業 在中國設廠所賺到的利錢 是很大機會多過在美國設廠 但是舉個例子 台積電正正就是去了美國的阿里桑拿州的設廠 為什麼呢? 第一,美國政府提供誘因給它 第二,美國政府要求它 邀請它 第三,它就是恐怕那些技術會流出到中國的樹 這些正正就是 並非以市場價格作為唯一的考慮 如果它要僱生產成本 在大陸做也可以 為什麼它不搬去大陸 去了美國呢? 現在特朗普說出這些說話的時候 它就很明顯是一個政治決定 不是一個經濟決定 政治決定就不是再說生產成本 什麼什麼的 政治決定就是 並非以賺到最多的錢 作為第一優先考慮的因素 所以你胡錫進寫這篇 都是沒用的 如果 假設特朗普 他根本上的目的 就是除了提振美國的製造業以外 還要打擊你的時候 你說他賺不到錢也沒用的 他根本上都不是要以賺錢作為優先的考慮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